Hello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陈雅杰 欢迎收听 欢迎收看 财讯的听了才知道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 直集台积电德国设厂 晶片布局全解析 那想要知道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记得要听到最后 今天我们的来宾是 我们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 半导体天王林宏达 宏达你好 是 两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一趟台积电在德国设厂的动土典礼 我们算是独家去直集这个场合 杂志 周刊这些都只有我们去 你知道吗 财讯双周刊纪念50岁了 现在就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 加入后你可以看到会员专属影片 还可以获得专属徽章与会员电子信 最重要的是 你的支持将帮助我们继续带来更优质的内容 赶快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 成为财讯大家庭的一份子吧 这一次德国的总理还有欧盟的主席 他们都到了 这是一个观察欧洲在半导体复兴 跟晶片相关法案 他们的态度里面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整个欧洲欧盟对于台积电 到那里去设厂是非常重视的 其实在去之前很多人就给我打预防针 觉得说欧洲要去困难重重 光拿到工作签证其实是相当麻烦 但是这一次我们在当地采访了好几位相关的人 他们给我感觉就是德国跟欧盟 他们是为了这个半导体的案子 他们是全力配合 在这个萨克森帮的帮长底下 专门配了一个高级会员 来推动所有的相关的这个投资案 没有房子 那我们改这个都市计划 盖房子 交通不好 顺便也改一下这个交通路网 再盖一些轻轨 所以他推动的速度会比一般来的快 那各位过几年之后的这个感受 大概也会像日本 对于这个台积电去日本设厂一样 德国其实是相当积极的 对他们其实真的 清天后后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包括之前推出的欧洲晶片法案 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就是欧洲晶片法案 其实是这个2021年宣布 然后去年通过430亿欧元 目标就是希望说呢 欧洲在晶片制造上 到2030年的时候的市占率 能够到20% 现在欧洲大概占全世界的晶片的制造 大概只有10% 那我们所去的德勒斯登 就是欧洲在晶片制造里面 最重要的地方 欧洲每三颗晶片 就有一颗是来自德勒斯登所制造的 讲到这个晶片法案跟钱 去年有一件大事 德国本来要拨钱给台积电 但是德国的法院信用说不可以 我们后来去问还了解说 这个钱本来是COVID的时候 它是一个转型基金 德国政府 平时要把这么多钱要用的时候 他们就要把这个转型基金 挪来做给台积电用 它本来叫做气候基金 它是为了降低低碳 什么各种应急用 德国的法院信用说不可以 后来经过沟通之后 没有啊我们这个晶片也跟气候有关 是啊是啊 又可以了 就有人担心说 以后拿到补助会不会有困难 这一次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在动土典礼上 其实欧盟也就宣布了 授权拨50亿欧元 欧盟它不是一个实际的国家 它是很多国家联合的 欧洲因为它是共同市场 他们的补贴是管制很严重的 所以这一次欧盟打出来一个绿灯说 你德国可以补贴了 所以法律问题也解决了 那这个50亿欧元 那就可以到位 跟美国相比呢 欧洲算是比较有诚意的 至少钱就这么拿出来了 对至少他有表示这个态度 当然最后还是要看什么时候到账 但是无论如何 美国的这个补贴就我们了解 它还没有到 但是欧洲呢 可现在是动土 其实还是平的啊 我们在美国市场盖好 已经视材也差不多了 但是还不知道钱在哪 还没有看到钱 所以我想欧洲的进行 不管是法规上的配合 还是资金的到位的程度 看起来是相较之下的比较顺利 我们讲这个50亿对不对 觉得还不错吧 欧洲给英特尔100亿 所以就来说 怎么这样呢 对我们很好 还对别人更好 对对对 就是都有发 而且人家比较大科 是 这就是竞争啦 所以我们在那里的时候 也一直在追踪英特尔 当然英特尔他要投7奈米以下 甚至2奈米以下 先进制程 而且他说他要投1兆 300亿米 所以他就补贴他100 就更多啦 看起来 德国人还是觉得 台积电还是说到做到 因为英特尔 补助也拿了都谈了 就是 到现在还 就是为人家讲的嘛 是 总理说 全准备好了 要来哦 台积电就有来 然后他也跟英特尔讲 全准备好要来哦 英特尔还在路上 其实这一场 已经是台积电的海外布局 第三回合了 美国厂也去过了 然后熊本厂也去看过了 对 你可以帮我们比较一下 台积电在欧美日的布局当中 它到底各自是代表 什么样的意义吗 其实很多人可能觉得说 美国设厂 他觉得可能挑战比较大 欧日也许还好 在看你从什么角度看 就是说 美国我们有去参加那个典礼 它其实美国厂真的很大 它应该是日本厂的10倍大 那他做的制程也是比较先进的制程 那个4啊3啊2啊 就是N-1 就是台湾有的最先进的晶片 减一代 因为他生产的是相当先进的制程 所以第一个 他的这个成本转嫁也会比较容易 那因为他后面其实土地也留好了 我们陆陆续续也听到 就是先进封装往美国去移动的 这个机会是存在的 那美国因为是独资 所以其实你自己决定要怎么做 它不像合资厂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那就是你公司里面自己的决定 那美国是基于国家安全 万一要是有什么危险状况的时候 它也要有在地的生产的供应 就是美国很多都是尖端的IC设计公司 如果没有制造的话 对美国的IC设计公司来讲 是一个不能接受的挑战 所以他也要把它设在这个美国有一些尖端制程的制造 那日本跟欧洲设厂的意义 比较大的是帮助日本跟欧洲 重新接上他们半导体供应链 我们这次去采访欧洲跟日本才发现 他们的半导体供应链 其实都接到台湾来了 这次我去欧洲 他们就说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巴斯福 我们这些化工工业是全球有名的 但是因为我们德国店太贵了 所以然后我们的半导体材料都在台湾生产 台湾店比较便宜 能源价格便宜是有竞争力的 那日本也是 大概要到四五年之后 他在地采购的这个比例才会到六成 那台湾其实已经到六成了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之前都说 欧洲日本有很多半导体的材料 他们材料如何如何强 对不对 也都要从台湾进口 才是从台湾去的 因为同样原因 供应链需求在台湾 台湾店也不贵 可是现在因为日本厂接上了 他们重新可以回到日本生产 所以为什么日本跟德国积极 因为他们可以重新完善他们的 在地供应链 可是欧日他有一个比较挑战的地方 他们使用的也是比较成熟的制程 价格竞争可能会比较直接影响到的 所以说你跟台湾相比 在几年之后 大家还是要来看成本跟竞争力 但是就我们所了解的 日本的这个成本还是会比台湾贵 他的野心也蛮大 他一路从22要生产到6到7奈米 一路这样铺下去 但目前为止 他还都是12奈米以上的机械成熟制程 德国也是要推进到12奈米 但是我相信他的成本 其实短期来看 还是会比台湾高蛮多的 目前来看德国跟日本厂 他的规模都不是很大 我想要控制他的成本 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那我们再回到这一次的欧洲来看的话 虽然人家好像铺了红地毯 然后找了很多大头一起来支持 就是面子也有 然后钱拿到了 所以例子也有了 但是其实他在那边 还是会有一些新的挑战 轰达这一次在第719期的 彩讯双周刊里面 有大概分析了一下 就是说台积电在德国设厂 接下来会面临的几个挑战 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人 我觉得看起来 欧洲我们台湾人要去投资 有几个挑战 第一个工会 欧洲的劳共法规真的比较复杂 我讲一个事情 我们到礼拜天到德勒斯中的时候 就工作去拍照 所以我们碰到一个困难 街上空空荡荡 我想我带回来 那个同事都觉得 我们是在拍空景 是万安演习的状态 万安演习的状态 真的 他在放假也出来走走吧 听说他们是蛮注重家庭生活的人 所以真的碰到假日 就是可能就是在家里 或者是到野外去活动 后来比较了解之后 发现你要找人的话 你要去足球场 他们是说这个德国一个礼拜就是48小时 6天 你一定要有一天休息 就即使商店也是 他只有说车站哪一些特许的地方 你商店才有开 所以还好在那里还可以买到一点食物 要不然的话 这个一般的餐厅其实不太开的 欧洲的工会法规 其实要讲一下 因为台积电德国厂将会出现台积电 这个第一个工会 我相信他对台积电的冲击 是会存在的 因为大家就会说 为什么你有没有啊 那德国的工会是怎么运作 其实他是在公司的体制外 你到一个程度 你是会被要求成立工会 他在体制内 他会有个叫做工作委员会 如果你是管理阶层 你是不能够来兼这个工作委员会的理事长 理事长非常重要 很多德国公司罢工吗 罢工要协商调薪 其实这个意见在工会会整了之后 再回到工作委员会 来跟公司说按照你今年提出来的财报 然后外面市场的状况 通货膨胀率现在是几% 排完之后 我们确定今年这个 要求加薪 提供要多少的加薪比例 是由工作委员会来代表来谈 蛮复杂 如果台积电有个新厂工会的话 那他这个头 这个理事长是谁来做 他必须在这两者 是很关键的 然后还有就是提到德国的能源也不便宜 连德国人都说 这真的是挑战 德国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他们的那个旅馆 装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他窗户装感应器 你只要把窗户打开 冷气麻就停了 为了要节电 电一度15块 所以我们台湾的四五倍 所以怎么省电 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 电费是欧洲最贵 那水费其实是 不只是这个你买这个水的钱 他把这个你盖这个管线的折旧摊体 全部折到水费里 那当然好处就是说 你这个维护水管的这个火散度 来的比较高 比较为浪费水 换处就是大家 你工业生产的时候 你就半导体的这个用水层 都是以这个 对对对 几百吨 它这个相当大的数字来计算 不过台积电 当然也会把再生水这些 所以他们显然 在这一部分的技术提升 一定也会再更精进 我想台积电是跑在前面的 在半导体业界 那德勒斯当然专门为了台积电 要盖个工业用水的供应回路 不会跟民生用水混在一起 他们会做很多的基础建设 来应对台积电 到德勒斯东去改厂 那另外一个就是房子 我去采访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跟我说房子不够 我说房子不够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吧 我还知道他们的那个 德国的法规管得很严 房子不是说盖就能盖 所以不是说盖就能盖 都市计划是相当落实 德国人真的蛮一百一眼的 他先搞清楚 会有多少人来 这里面有多少人是单身 有多少人是家庭 有几个家庭之后呢 才算出几个托儿所 国际学校 你这个老师来 他有他的相关收入 还有德国是家庭医生 人变多了之后 家庭医生约 都要约很久才约得到 所以也需要医生 对也需要医生 还要约好几个家庭医生 他们是一个严密计划下的产物 所以这个计划 如果没做好的话 到时候大家会过得不开心 所以还有工时 记得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工时 现在台积电 只是第一个去的 后面半导体供应链 都还陆续要去了 8月20号欧积电动土 之后的一个星期 我们新政院秘书长郭明星 然后他就带着跨部会官员 还有我们的半导体供应链的厂商 一起去考察 但是他们这次考察 不是德国啦 而是捷克 这个就这样讲 其实德二斯登 就是台积电设厂的地方 离捷克边境 其实不是很远 刚刚讲 欧洲其实他有 他原来的一些制度跟挑战 德国这一次 愿意为台湾把大门打开 以前他是 反正我就是长这样 你就自己想办法 这次是他帮你想办法 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去 看看能不能 扩展一下在欧洲的机会跟合作 因为以前是不太多的 对 这次根据政府官员 以及相关厂商告诉我们 就是因为捷克又很近嘛 开车可能才两个钟头 所以呢 他们是希望能够在德国 跟捷克之间 看能不能够形成一个聚落 因为对于这些中小型的企业来说 他们大家需要的东西不太一样 什么条件在德国比较好 什么条件是在捷克比较好 所以这一次供应链 才会就是说选择去捷克 亲自看一看那样的投资环境 主要是因为欧洲是一个共同市场 所以你在捷克生产 基本上也就可以到欧洲去 就是到德国去买 其他人去买 关税这些都是通的 我们也问了德国在台的 这个经济处的处长 他就说你在波兰在捷克聘人到德国去工作 这个也都有签生跟协议 对 所以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只是说呢 德国现在缺工三万人半导体产业 所以别人也早就已经去了 所以你也得跟他们抢 是是是 那当然台积电之所以会在欧洲设厂 这么样的受到重视 跟德国本身的很重要的工业有关系 就是汽车 而且因为你跑这个汽车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 你觉得这个德国跟中国的汽车产业竞争会怎么样 因为他们在疫情封城期间没有办法生产 另外一方面就是封城那个时候的晶片的锻炼 整个销售量都大减 整个汽车业就是大幅的衰退 我们这次是有列出一些数字 就是以德国来讲 他是21年的时候还是第二名 然后22年就掉到第三名 就被中国超越了 23年的时候中国又超越了日本 变成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所以中国的进步是非常惊人的 现在汽车界大家在讨论新技术或什么什么的 以前都是讲德国制造 现在讲的是中国速度 对因为中国来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最主要的就是成本嘛 它就是便宜 对我在欧洲的朋友讲啊 倒不一定是德国市区 但是在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看到是中国制的电动车在路上跑了 因为像我们知道比亚迪也在那边设厂了 中国汽车对于欧洲市场是毫不掩饰它的企图心 所以德国人是很害怕的呢 我们从科技业来看的话 其实电动车基本上就是手机加上四个轮子嘛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做手机的小米 也做了电动车 它的电动车 大家会觉得怎么可以用这么便宜的钱做出这么多功能的东西 技术上跟产业链上面小米原来很多的这个经验跟工程师设计资源是可以接得上的 再加上中国的这个政策也是往这个新能源车去走 对了很多很多的补助 这是在德国我们倒是没有看到太多的 基本上我没有看到 德国车毕竟还有在地优势 但是在欧洲的其他很多国家 像听说英国就被入侵的很厉害 经历过之前晶片锻炼的这件事情 成熟制程虽然并不是接下来趋势上大量需要 真的大量需要的还是会是先进制程的晶片 因为不管是自动驾驶或是智慧坐舱 但是你像这种成熟晶片 它所需要的各种感测 其实在所有车子都需要 光是一把钥匙上面的晶片没有 你就是交不了车 成熟晶片对他们来讲也是 非常重要 对 确议不可 所以台积电到当地去设堂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 一定要赢过中国很必要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台积电在欧洲设厂 它的客户就是这个NXP Infiling BOSCH这些 那订单就是从这些来 当你合资的时候呢 其实也代表说 必须要这些公司呢 继续这个长日久安 这个订单很稳固 这个厂才会比较稳固 就是这样客户好他们才会好 对 好 接下来我们要回复财团 在听了才知道第204集 台湾生医产业 弯道超车的机会来了的留言 这也是台湾另外一个 护国神山产业 被形容成这样 财团的放牛大叔说 很棒的报告内容 再生医疗这件事情 在台湾来讲是一个 很新的一大步 那我们这一次 总主笔亲自出马 对 做了很好的整理 也谢谢读者的回馈 那财团的卢友之说 台湾生技产业确实值得期待 政府应该继续积极带头投资 引领市场更多资金进驻 才能与国际大厂竞争 台湾很多产业投资家 就是市场不够 真的政府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财团的木琴说 感谢财讯 传递市场不同资讯 受益匪浅 也谢谢木琴 我们是很努力地 在各种不同的产业投资的资讯上 跟读者分享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 最新的趋势观点 好 那谢谢宏达的分享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 欢迎你购买财讯双周刊 第719期里面 还有更多详细的报道 听到台湾到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